各位朋友晚上好 这里是加大华人建筑协会每周应约专题讲座时段 我是主持人Janny 今晚我们请来的嘉宾是Hanny Wong Hanny是AND建筑设计公司的创办人 今天他带给我们的主题是住宅设计基础和实力分析 为了不影响大家听讲座 我暂时把大家的麦克风设置为静音的状态 听的过程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在chat里面提出来 在讲座节出前15分钟有一个与嘉宾互动的环节 到时候Hanny会回答大家提的问题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关于过去我们办的各种讲座 很多朋友都很想介绍给其他朋友 因为有的是错过了听的时间 然后都给我发来了很多那些信息 想重温一下 也有的是想看一下那个嘉宾的那个讲义 这些呢我们现在呢都已经把相应的这些讲座的那个记录全部都post在我们的协会的网站上边 网站的那个那个网址是www.cccra.ca 你进入的网站你们可以在那个英文版是webinar 中文版是网上讲座 点进去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过往的那些讲座 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就是随着那个安省的复工 大家又开始忙起来了 能够还能够在这里参加我们的这些讲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我们有请Henry Henry我现在把那个时间交给您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是安德建筑师事务所的Henry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住宅设计的一些的基础知识 然后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做的一些设计 那么住宅设计呢 今天我主要讲的不是怎样把一个住宅设计的很漂亮 而是住宅设计方面关于建筑规范的一些要求 这是我今天讲的大纲 那么第一我要讲选地 第二个呢是住宅的所需要的建筑师设计师 第三个是住宅设计所需要的法律和规范 那么第四我讲一下就是设计程序 第五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木构造房屋基础 最后呢我做一些实力分析 那么第一 选地 那么选地呢 我们遇到很多的客户 就是说他们在买房子需要翻建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就是说对选地方面的疑问 就是说到底是选什么样的地好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根据客户自己的需求 那么我整理了一下就是 我们做的这几个有这么几种用地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普通的城市用地 这种用地呢就是比较规则 一般都是或者50乘120或者是100乘200都好 那么这种用地呢设计起来的就是比较容易一些 我们只要满足东宁白洛一些地方法律 对定扣了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的限制 那么第二种用地呢就是在一些老城区呢 我们有一些就是属于历史遗产保护的房子 那么这种房子要你要买之前呢 那么你最好去去查询一下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受遗产保护 如果是的话 那么它的立面是不可以轻易 改动的 那么你可以把立面后边的东西都拆掉 做完全的翻新或者是重建 但是你的立面是不能改建 这样的话 你需要去找专门的建筑师呢 来出一份这个调研报告 看一下你这个房哪个地方需要保留 然后立面怎样保留 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再有一种就是 如果你的房子位于湖边或者是河边 或者你的房子在你这个地上有湿地 这样的话呢你要满足这个自然保护的一些要求 因为在加拿大对自然的保护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是第一要考虑的 所以在大多很多地区呢 有这么一个自然保护的顾问叫TRCA 那么如果你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有以上我说的这些呢 那么你要通过TRCA的他们的通过 你才可以去申请建筑保护 那么在北边呢 在Lake Simcoe附近呢 它也有一个叫LSACA 那么如果在有这种随编的或者河边的话 你要通过LSACA这个部门的申请 之后呢 你才能可以去申请这个building firm 所以这个周期呢 要长一些 那么它要申请费呢 当然也需要多一些 还有就是这个城市的拐角房 如果你在市里 你是在corner lot 那么corner lot有 那么好的一点呢 它就是说又可以有两面采光 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那个 沿道路那一边呢 你要后退更多 这样的话呢 你的房子可能就是要建的更小一点 那么通常 房的间距是要求 比如说是六尺 那么你这个 沿街这一面呢 要求是至少要有十尺的退后 所以这个拐角房 就是有这么一点缺陷 另外它私密性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在郊区的住宅 通常是在农地里面 或者是在树林里面 那么它离城市呢 或者小镇比较远 它是没有 一般是没有上下水的 也没有 有时候会有这个gas line 那么有时候也没有 所以我们要 这种房子要饭店的话 我们要去做化分室的设计 那么它的财暖呢 需要那种 煤气罐放在外边 财暖税用呢 也比较高 那么如果是你在湖边的话 可能还要做一个自然遗产的评估报告 那么这个也是一笔花费 所以你要是在离城市交远的地方 买地买房的话 那要注意这一点 住宅设计的设计师呢 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设计师 那么一个是建筑师 或者是BCIN number BCIN number就是你通过了一个 building code的考试 那么拿到的一个 这个叫BCIN number BCIN number只能设计小型建筑物 就是在三层以下 或者是建筑面积不超过600平米的 小型建筑物 BCIN number才可以做 那么建筑师呢 可以做任何的大型 或者小型的建筑物都可以做 那么住宅设计 还需要结构工程师 需要暖气 水冷工程师来做暖气的设计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设计师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较特别的专业的建筑工程师呢 一个是需要测绘 测绘师 那么测绘师要提供地表测绘图 然后需要施工的时候到去现场定位 开网的时候要定位 然后还要做一个 还有就是室内设计师 那么室内设计呢 申请建筑工程师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但是对于知道施工的话 那么室内设计师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知道你室内的一些的那个最后的finish 就选用什么样的样式 室内的样式还有材料 还有就是无价设计 无价设计呢 通常我们都会找 Trust Supplier 他们来有engineer 专门来做无价设计 还有警官建筑师 如果你的地上如果有树要砍掉或者要保护的话 我们也需要警官建筑师来做这个树中的报告 还有这个保护树的这个设计 那么如果是非常好的豪宅 他可能需要 他需要这个做比较好的警官 我们也需要这个警官设计师来做 地质勘探 在我们通常我们的做的翻建的房子里 是不需要因为你原先已经有一个房子 它的涂质的情况基本上是非常稳定 除非你买了一片很大的空地 那么他以前没有建过房子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地质勘探 来检测一下土壤的承载力 法律及规范 住宅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地方法规 叫宗宁bylaw 那么宗宁bylaw上面有一些主要是 那么地方法规就是属于每个城市 他们有自己的地方法规 那么这些地方法规呢 规定每个城市的房子 每个地区 城市不同的地区的房子 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法规的管理之下 有不同的详细的规定 那么我现在主要是摘录了一下多伦多的那个宗宁bylaw的几个主要的方面 那么一个是这个覆盖率 Lot coverage 那么覆盖率呢就是你的建筑面积 建筑的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除以占地面积 那么你的上面如果是有 看着右侧这个地方 一个主要的建筑物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服属的 或者车库啊 那么他们都算做建筑面积 他们两个的面积加在一起 那么除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绿色这个占地面积 这个就是覆盖率 比如说在Toronto 很多的地方都是30%的覆盖率 那么就是说这个建筑物这个一层的占地面积 除以总的这个蜡的面积 就是这个覆盖率 Building depth 建筑近身 那么建筑近身呢 就是 就是从这个前面 前面Funderyard这个setback 就退后线 就这条虚线 退后线 然后呢 算到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后墙 那么就是这个B 那么这个就是建筑物的近身 建筑物的近身呢 在多伦多呢 最大是19米 然后下一个就是Building深度 叫Building length 就是建筑物的深度 就是建筑物你本身的这个 就是这个C 本身的这个深度呢 最大的是17米 在多伦多 那么这个这个就 有很多的房子就定义 你这个房子不能太深 那么这个在有些情况下 是是这个17米 是不实用 如果你的Lat 在100尺以上的话 你的深度就可以 不受这个限制 然后下一个是溶积率 溶积率呢 就是总的建筑面积 除以占地面积 那么你看这个右边 这个溶积率都是 那么意思呢 就是你总的建筑面积 可以做到和你的这个 占地面积一样大小 比如说你的占地面积 现在是1万尺 那么你的房子最多 就可以建到1万尺 就是溶积率是1 那么在多伦多呢 或者是在周边这些城市 我们做过这些 这些溶积率呢 通常是在介于0.4到0.6之间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0.6 那么就是总的建筑面积 除以你的占地面积 是0.6 比如说你一个1万尺的话 占地 那么你总的建筑面积 可以做到6000尺 那么总建筑面积的定义呢 在不同的城市呢 定义是不一样的 主要呢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车户面积 包括或者车户面积 那么在多伦多呢 这个总的建筑面积是不包括车户面积 只包括一层二层的使用面积 在马克亨 这个车户面积是算作总建筑面积 所以同样的数字 比如说0.6在多伦多和马克亨 那么多伦多呢可以建更大的建筑面积 因为它不包括车户 建筑物高度 那么建筑物高度呢 不同的城市要求都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个坡物面 和这个 像这个平物面和坡物面 要求的高度也不一样 有的人呢 想要做现代的住宅 要做平物面 那么它的最高的高度 只有7.2米在做能力 如果你要做坡物面的话 你到最高点可以做到10米 那么这个高度就是从这个 室外的平均的地表标高 算起来 我上算到最最紧张 那么这个平均的地表标高呢 这个每个城市的算法也是不一样 这个 像Toronto的话 就是这个前面这个setbed line 这个两个点 前面这两个点 加起来出源 就是平均的地面标高 那么坡物面是怎么定义的 在Toronto坡物面 就是你的坡度是1.4 或者是更大 就可以算作坡物面 那么坡物面呢 你必须占整个无面的 头领面积的50% 这样的话你才能算作坡物面 你才能用这个10米 来做你的设计 那么坡物面如果大于60度呢 在安省建筑物规范里 那么它就不能算作坡物面 它就只能算作墙 如果大于60度 退后 我右边呢就画了一个 这个是property line 然后这里边是这个小房子 那么它的退后呢 我画这个红色线的 就是退后线 那么它就这个 就是side yard 这两边是side yard的退后 那后边呢是后院的退后 然后前院的退后线 那么这个都有 都有要求 那我讲一下 主要是这个侧面 这个侧院这个退后线呢 如果你太小的话 而且你的地下室 基础开挖太深了嘛 那么在你开挖的时候呢 就需要shoring 因为它那个 如果挖得太深 它会倒塌 所以这个退后线 就有时候也影响到 就是施工的时候 开挖这些 塌方的问题 那么退后线呢 侧面的退后线呢 也影响到 你住宅的开窗 开窗的面积 那么你离那个 你离 你这个建筑物呢 离这个 你侧面这个 这个垃圾越近 你这个开窗面积越小 如果在1米2之内 是不允许开窗 另外 你的侧墙呢 还要做防护 如果是你的墙距离 你的侧边线 小1米2的 在多伦多呢 那么前院的那个退后线呢 它有一个就是平均退后 那么平均退后呢 优先优先于其他所有的前院退后 什么叫平均退后线呢 假如说你 你左右 左边右边都有房子 那么他们前院这个退后 前院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墙距离 那个他的前面拉的line 这边这个前院的退后 那么他俩加在一起 除以二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 你要建这个房子 就是前院的退后线 这个叫平均的前院退后 这是周伦多的一个规定 住宅设计还要满足的一个规范 就是建筑规范 叫Building Code 那么建筑规范在加拿大 我们像我们安省 那么可以建到两种规范 一个是国家的建筑规范 一个是安省建筑规范 那么国家建筑规范呢 对大部分的公共建筑物 还有私人的住宅呢 这个是 它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除非它被省或者地区 或者一个城市采用之后 它才具有法律效率 那么安省建筑规范呢 在安大略省呢 对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法律 都具有法律效率 所以我们在安省建筑所有的房子 都需要遵守这个安省建筑规范 那么有个别例外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是 安省建筑规范里边 PAR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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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住宅和小型建筑物的一些要求 那么 什么是小型建筑物呢 小型建筑物就是高度不超过三层 建筑面地不超过600平米 那么这属于小型建筑物 那么我们住宅呢 我们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小型建筑物 要用这个PART9 这部分的建筑规范的要求 那么建筑规范的目的 我上次建筑也提到 一个是安全 然后健康 还有一个是无障碍设计 安全的 主要是防滑安全 结构的安全 然后健康呢 主要是 物理的空气的质量 还有那些沙下水 这都属于健康 然后噪音的控制 这都属于健康方面 无障碍设计 在住宅里通常是不要求 我们公司呢 通常我们设计程序 估计有很多公司也会是一样 我们设计前的准备阶段呢 我们需要客户提供给我们一个survey 然后我们会去查找这个东宁bylaw 然后客户呢 给我们提供的任务书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那个下一步设计 那么在下一步设计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根据survey 然后客户提出的要求 我们会做出总平面图 做出所有的平面图 然后做出这种外观的效果图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住宅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住宅 一个平面 总平面 一个外观效果图 然后我们做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会坐下来跟客户来讨论方案 那么通常这个都是不是一轮能够定下 我们通常要讨讨论好多轮的方案 最后才能最后定案 定下方案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更细的施工图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结构工程师和水档工程师 一起来参与设计 那么我们做完所有的图之后呢 我们就去申请包批 那么申请人呢 可以是客户 也可以是客户委托的建筑师 或者是其他的委托的人都可以 申请方式呢 我们可以email 像多伦多 我们可以把整套的图纸和表格 email到他的那个建筑 还有一个网上申请 在Mitsaga 还有Mark Ham 都是网上申请 他们这一套网上是 他们有这么一个系统 你才把所有的图纸传到网上去 然后他有个pre-screen 然后通过之后 他们就可以正式的review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你自己要亲自到柜台去申请 这样这些都是一般在一些小镇上 他们没有那些 先进的网上的系统 所以你要打印出所有的图纸 你要亲自取 申请费呢 住宅的申请费 如果是它是根据建筑面积 然后还有施工类型 如果是你是室内改造的话 那么它的申请费呢 每平米就要低一些 如果是全新的新建 那么它的每平米的申请费 就要高很多 申请时间 每个城市也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城市也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室内改造的话 一个月左右可以拿到冰箱里 如果是新建的话 应该两个月或者是更多时间 下面我讲一下木构造房屋基础 那么木构造的优点就是什么呢 它是可再生资源 那么木头呢 是可以再生的 用完之后呢 可以在栽种 它可以继续生长 那么它也节省能源 因为木头处理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太多的能源 也不需要太多的太复杂的处理 它只是需要给它 到剧木场给打成相应的尺寸 然后做一些防复处理 那么木结构呢 也是非常耐久 你可以看到 一些老城区的房子 都上百年的木结构 照样是结实的 那么它的重量也很轻 结构呢 也是非常坚固的 它无论是抗风还是抗震 效果都非常好 那么它也很容易施工 施工周期也短 施工也基本不受天气有效 从造价方面呢 造价也是比较低的 木材的造价相对其他 材料来说 还是比较低的 下面我讲一下 木结构房子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这些基础知识呢 它们基本都是跟 安省的建筑规范有关系的 我今天不是要讲 怎么样去设计一块一块 只是讲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基础 承重墙 还有地下室的楼板 开始说起 那基础呢 住宅的基础 通常有这么两种 一个是条形基础 就是在我右边这个 这个基础墙的下面 都是条形基础 整个房子的周围呢 是一圈的这种墙 这种墙性的基础 那么碱式基础呢 就是比如说地下室 有一个铁的柱子 那么柱子下面 每个柱子下面 都要有基础 那么是这种碱式的基础 那么还有像这个锅炉 壁炉 那么壁炉呢 因为它那种比较 原始那种壁炉 要烧柴那种壁炉呢 它必须得有这种 钻石器起来 那么它在地下室 要一直通到地下室 那么最后 它下面需要有基础 还有一种基础 就是Lot Line附近 那么我下面这个 就是Lot Line附近 那么就是在一些老的地方 在Toronto的老城区呢 它的房子就挨在一起 那么这时候 你如果想要把地下室这个 这个要加深加高 那么有时候就要做这种技术 Lot Line技术 那么Lot Line技术呢 因为它正好在Lot Line上面 所以你不能做到别人家去 所以你这个基础呢 只能往一边偏 那么基础的深度呢 在加拿大要在地面以下1.2米 就是下面这个最底部呢 要在地下1.2米 因为1.2米呢 在我们安省呢 是一个冰冻线 那么在1米2米以下的土盆 冬天就不会上冻 那么在一上 1米2米以上的 它会冻上 那么如果你的基础 没有做到1米2米以下的 如果是上面这个冰冻上以后 它就膨胀 就会把你的基础给紧起来 所以你就整个房子沉浆不均匀 就会出现裂缝 那么这是很危险 那么这个基础呢 承载呢 它要下面呢 它要是那种原石的土壤 或者是岩石 或者是那种夯实的那种石子 总之下面呢 只要承受这个基础的压力 才可以 那么基础的背形呢 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基础 都是这种强性基础 但是呢 也有不同的情况 如果这个土壤状况特别差的话 可能就这种强硬基础是不行的 就是这个圆形的这个排水管 那么这个排水管呢 要排到那个CGT的那个城市的那个下水 就是那个雨水管道 那么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排水管呢 是低于城市的那个那个下水管道 那么就需要这个Sung Pit 就要把它排到先排到室内的一个Sung Pit 一个坑里边 然后在那用一个抽水机呢 把它抽到我们室里的那个下水管道 基础的尺寸 要看你的土壤的那个承载力情况 和上面 你的上面有几层 基础的最小尺寸呢 就是最小要4寸 那么就是4寸的就是从Projection 就是从这个墙皮到外边这个地方要至少有4寸 那么它的厚度也至少有4寸 这个Key呢 是为了那个 让这个Foundation Wall抵抗了这个土壤的对它的压力 然后是Step Footing Step Footing就是台阶式基础 台阶式基础主要是你那个地上 你这个土地的建房子的地方呢 是一个坡地 你需要这个Step Footing 或者是在你的那个Walk Out Basement 那个地方 也需要那个Step Footing 或者是土壤状况 你这个这块地的土壤状况有差别 那么有的地方基础要深 有的地方基础要浅 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台阶式基础 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所有的基础呢 在冰冻线以下 冰冻线就是1.2米以下 防止那个基础呢 被冰给变形了 台阶式基础 那么它的这个树向这个高度呢 最高不能超过600毫米 那么它的横向的这个 这个这个长度呢 最小要600毫米 这个是最大600毫米 这个长度是最小600毫米 下面我讲一下承重墙 就是地下室这个Foundation Wall Foundation Wall在我们主要有几种 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Cast in Place Concrete 就是现胶混凝图 那么中间这个 这个是现胶混凝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空心砖 我们叫书名也叫CMU Concrete Messering Unit 这个呢 就是空心砖的基础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Insulated Concrete for ICF 那么这个是一个保温板 制膜混凝图 就是下面这个 这三种 还有一种就是木基础 就是你 那种我们就是基本上很少 很少见 现胶混凝图机 现胶混凝图墙呢 承重墙呢 它需要用木头模板 来做这个模板 来搅混凝图 那么它的厚度呢 6寸到12寸 也是根据它这个混凝图墙的高度 还有它在地面以下的深度 还有上面的 它上面有承重 有几层来决定 像这个砖石这个 我们右边这个 这个砖的这个承重呢 必须也要 以下室的几个砖 你要防御方便而承重这个砖 那么 现胶混凝图墙呢 要有控制缝 就是在 如果墙体超过25米呢 你要做一个控制缝 防止这个混凝图开裂 那么在混凝图墙的顶部 这个你要做Anchor Boat Anchor Boat 是为了将来 你要把那个木头 要木头的那个 结构要固定在这个 这个Anchor Boat上 这Anchor Boat呢 要最小100毫米 就是在混凝图 还没有凝图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Anchor Boat 放到里面 最小100毫米深 然后间距呢 不超过2.4 Insulated Concrete Floor ICF 这种 地下室承重墙呢 所以现在也是有很多地方都在用 我们以前做过的工程 也有几个有用这种 这种基础 那这种基础就像 像右侧这样 它是在工厂预制 然后到现场去把它们组装到一起 它的厚度呢 是根据你的设计来做的 它的好处呢就是 它在现场在现场组装好以后呢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浇灌混凝土 它不需要那个现场做那个木头模板 那么这个混凝土浇完以后呢 整个这个就呆在里面 那么这个保温板呢 它两边都有保温板 它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 这样在地下室 你就不用再单独再做一层那个木头的墙 来做保温 它自己呢 就已经有保温效果 那么它可以有不同的厚度 可以从五层半到九层半 那么到了这个顶部做木头结构的这个地方 那么和那个混凝土墙基本上是一样 然后做这个unker bolt 然后做一个seal plate 然后在上面做 接着做一个红木头结构 那么在这个室内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 drywall呢 那灰板呢 你可以直接订到这个 这个保温板上 空心砖的基础现在用的比较少 以前的比较老一点的房子 它会用到空心砖 那么现在要做那种独立的车库 那一层的独立车库 我们也就是会用这种空心砖做基础 那么空心砖基础 就注意它可能需要那个钢筋在里面 只要看结构模式的设计 然后最低的这个 这个要交混凝土在里面 然后露出地面的那个 你要用混凝土给它做finish 混凝土楼板 我们一个是指的是 地下室的混凝土楼板 还有一个就是车库里面的混凝土楼板 那么车库里面呢 那个基本上是不用防水防潮的 那么地下室这个楼板 基本上是需要防水防潮 所以它的厚度最小是3寸 就是75毫米 那么它下面呢 要做这个防潮层 防潮层下面是这个 至少4寸 这个碎石子 然后再下面就是原石楼土壤 那么这混凝土楼板呢 是不承重的 它也不 它是直接坐在这个 这个下面这个这个土上面 所以它是不承重的 它跟这个这个基础 都没有什么关系 地下室的防水 那么地下室防水 一个就是这个地板 地板我刚才说了 下面要铺一层油纸 就是至少至少0.15毫米的那个油纸 这样的话 防止这个潮气 到这个地板上 然后呢 这个基础墙下面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呢 也要做防水 基础墙 这个基础墙外边 是需要做做防水 那么它是至少两层的 叫Betuminous Saturated Membrane 在这个外墙 要做两层的那种 那种防水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在基础墙外边要做防水 这样把整个地下室 就完全的保护去 交完基础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木框架 我们看一下这个墙呢 现在木框架的这个 他们的就是木结构 它只要有两种方法 那么在以前呢 在20世纪初呢 最初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叫Balloon Framing 那就是左边这个 Balloon Framing呢 就是把这个外墙这个 这个Stud 从这个Basement 从这个基础上面一直做到 二层这个顶 那么然后它在 在做这个这个楼板 各层的楼板 那么现在我们最常用的叫 Platform Framing 就是右边这种 叫Platform Platform就是 它做好 它这个外墙呢 直到这个一层楼板下面就停了 然后呢 它再开始做这个楼板 做完这个楼板呢 你就可以站在这个楼板上面 再做二层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框架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一层楼板就形成了一个Platform 就是一个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操作 那么这种就是现在最主要所有房子都在用的 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墙 的Framing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2乘4和2乘6 那么外墙通常都是2乘2乘6 内墙呢 有用2乘4也用2乘6 一般2乘6用在 卫生店如果你要有一些Platform 那些墙都需要2乘6 它们间距呢 有12寸也有16寸 我们现在大部分座都是16寸 400毫米 然后它也有Bottom Plate 要有Top Plate 这些Opening 这些窗户Opening 门的Opening上面都需要有锅梁 Framing 这些要有非常专业的人来做 墙体的方巢和保温 我们通常讲呢 我们住宅设计的墙体呢 有一个是Air Whafer Barrier 那么一个是Air Barrier Air Barrier就是要 一般是在这个 外边 这个墙体的外边 它的功能呢 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防止这个空气的那个移动 也防止这个雨水进到这个墙体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Whafer Barrier Whafer Barrier就是防水气的 那么它一定要放在这个室内 就是温暖的一侧 哪个墙的哪边暖和 就放在哪边 那么通常就是室内 那么这个Whafer Barrier呢 就要从这个地下室 然后围绕 围绕这个 每层楼板 是连续的 把这个房子 就是防止这个水气进到这个墙体里面 把这个木头给腐蚀了 屋顶 然后我们通常屋顶的 Framing 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来设计 建筑工程师通常是不做这一 一般都是Trust Supplier 他们来提供 这个物价设计 那么这些物价设计好之后 是在工厂一般都预置好 到这儿来设计好 屋顶的宝温 现在屋顶的宝温住宅呢 要求是 如果你是有这个阁楼的话 需要R60 R60 如果没有阁楼的话 是需要R31 那么材料呢 也有这种Bat Type Glass Fiber 那么这个每一寸呢 大概是 保温效果是R3.2 然后是Loose Fill 就是那种散的那种 Glass Fiber 每一个每寸呢 可以达到R2.9 还有那种Bord Stalk 就是我们常说的Rigid Insulation Board 就是那种 泡沫板 这种泡沫板 每个每寸呢 可以达到4.5 R4.5 那么还有 那么保温效果最好的 就是 Spray Type 就是那种 就是喷的那种 那么一般的中密度的 每寸呢 可以达到 R5.5 到R6 那么屋顶保温 那么屋顶保温 如果是你是 散的这种 Loose Fill 这个地方 在屋檐这个地方 你要 做一个Wint Wint Baffle Wint Baffle 就是 让这个 冲锋呢 就是把温棉 不要打着这个 屋顶这个冲锋 屋顶和阁楼的通风 它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把那个 在冬天的时候 把那个阁楼里边 还有 或者是那个 屋顶空间里边的那些 潮汽呢 可以移走 要不然潮汽 待在里边不通风的话 里边会长毛 所以这个必须要做好 这个适用于所有的就是 如果你的 你的顶棚呢 顶层的顶棚是 是保温 做保温的话 那么这个阁楼里边 一定要通风 通风口的位置 那么 一个是在屋 屋檐这个地方 屋檐下面 通风 然后屋脊的通风 或者是在那个 屋顶的侧面 或者是在屋顶上面 做一些的那些设备 来通风 通风的面积 那么你要算你整个 屋顶的这个 顶层的面积的 至少要 三百分之一 如果是你的屋顶 小于 屋顶坡度小于 二比十二的话 你可以做到 你必须要达到 一百五十分之一的面积 通风 然后你要这些通风口呢 你要防止雨水 还有雪 还有昆虫进去 而且通风要均匀 Eve protection 无眼保护 那么 就是在你这个屋 屋面下面 到到你最下面这个地方 你需要有一层材料 就是防止这个 冲天的时候 这个雪积累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它 它上面是雪 下面化成水之后呢 它就有可能进到这个 这个屋子里面去 所以这 这层防水的这个要 在一般的屋 屋 屋檐这个地方要做 窗户 窗户 在住宅的窗户里边 那么 一个是最小的窗户面积 那么 一般起居是 最小的窗户面积 要达到这个 要达到这个 这个房间面积的 10% 那卧室呢 卧室窗要最小 要达到这个 房间面积的 5% 然后是 陶生窗 陶生窗 可以可以打开 面积最小尺寸是0.35平 它最小的尺寸是380毫米 然后如果有窗户面的话 像下面这个 窗户面大小 宽度也有要求 就是可以 必须要可以 套生 像这个 如果窗户往里开的话 那么它窗户的宽度最小是550毫米 如果是你的 窗户是往外开 那么这个 这个窗户 就是从窗户 这个 外边开始算550毫米 那么这个 陶生窗 主要 是发生在 地下室 地下室合法出租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个 需要这个窗户面积 那么侧窗 一般的房子 侧面的窗户都比较小 如果 如果 你看 因为 因为你的窗户 你的那个 侧面的墙 离 你的地界 太近 那么 如果小1.2米的话 是不可以开窗 如果是1.2米 或者1.2米以上 就是要按照百分比 越远的话 离你的侧面 侧墙 距你的 边界越远 那么开窗面 可以越大 房屋种类 就是 我右边 这个图纸 这个图上面 一些最基本的 一些窗户 现在大部分的窗户 都有这种 Casement 就是可以 退拉窗 那么还有这种 这种 这种 slider Hopper Warning 这几种窗户 不同类型 那么 选择窗户 主要要从 它的造架上面 然后 要看它的保修器 看它的 性能 看它的外观 然后所有的窗户呢 如果距离 室外地面 2米以内 还要防止 强行进入 你要安全 要兼顾 成都方面 要有一定的处理 逃生 那么住宅里的逃生 主要就是 如果是你这个房子是有两层 有一层地下室的话 通常是没有问题 但很多人呢 在 三楼呢 就做了一个阁楼 那么如果超 有了三层 或者三层以上 那么 三层的这个疏散 就 就必须有特殊的要求 那么它必须 有一个窗户是 550乘一米 一米这么大小 那么它 三楼的那个窗户 窗台的高度 距离下面的地面 不能超过7米 如果超过7米的话 或者呢 在这个三楼呢 有一个后边有一个阳台 你可以到阳台上 逃生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地下室出租 这个逃生 它必须要有独立的出口 地下室要合法出租的话 你不能通过一层 然后逃到室外去 是不允许的 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出口 那么在地下室的话 还需要有一个窗户 可以逃生 那么这个窗户 要有一个 完全可以打开的一扇 那么这扇的面积最小 0.35平 它的 它的这个窗户最小的尺寸是 就是380毫米 无论宽或者高 必须有一个窗户最小的 下面是880毫米 楼梯 最小的宽度是860毫米 那么楼梯 上面的头顶的尽高呢 最小是195 然后 如果你是一旁楼梯的最高的高度是3.7米 如果超过3.7米 必须的设置一个逐渐的休息平台 踏步的尺寸呢 高度呢 最小的 125毫米 最高 不能超过200毫米 在这个地方 这个踏步高度不能超过200毫米 就是8寸 那么踏步的深度呢 最小是 这个 是210毫米 那么最大呢 不允许 超过355毫米 休息平台 就是你只要楼梯超过3.7米 一跑超过3.7米高 必须设置休息平台 那么休息平台的宽度 至少要是这个楼梯的宽度 一般的家里的住宅的楼梯呢 都 啊 栏杆就在楼梯有一侧有栏杆 那么如果这个楼梯宽度超过1.1米 那么它的两侧都需要有栏杆 栏杆的高度是865毫米到965毫米之间 栏栏杆栏杆栏杆就是在任何的平面距离地面超过600毫米以上 那么这个地方都需要设置栏栏 护栏的高度 如果你这个平台表面 离地面不超过1.8米 那么最小的栏杆 这个护栏的高度是900毫米 如果你这个平台超过地面1.8米 室外地面高1.8米 那么最小高度要1070毫米 在这个护栏上面的缝隙 孔洞要小于100毫米 这样避免有小朋友从栏杆里挤出去 如果栏杆用那个玻璃的话 这种玻璃必须是TEMPER或者是LAMINATED SAFETY杆 这是一个图示 这个杆这个护栏的高度 就是这个是如果是如果是这个阳台距离外地面超过1.8米 那么它的这个高度至少是1070毫米 或者是36层 那么如果这个这个高度这个LAMINATED SAFETY杆 这个高度距离室外地面这个小于1.8米 那么这个护栏最小的高度是900毫米 那么这个护栏的中间这个这个两个树向这个之间这个距离呢 不能不能超过4寸或者是100毫米 然后呢 住宅的防火和隔音 那么第一个是detection of fire 就火灾探测 在住宅里边需要smoke alarm感染探测器 感染探测器呢 每层都要有 而且是最好是靠近楼梯的地方 在每层的公共地方 然后呢 每个卧室里边都需要有一个smoke alarm感染探测器 所有的smoke alarm要互相要interconnected 就是说一个 如果一个smoke alarm想了 那么整个房子里smoke alarm都需要一起想 第二个禁止火灾蔓延 禁止火灾蔓延就是 就是说你这一个住宅起火呢 你要禁止它蔓延到你邻居家的房子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防止呢 就是如果是你的侧面的墙 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两次了 就是侧墙你距离你的边界少于1.2米 那么你这个 这个外墙呢 需要做45分钟的防火 怎么做呢 就是在你这个墙的 insight 要做那个防火板 要做45分钟 那么侧面开窗 就是如果是离边界小一点 你的话 其实不允许开窗 然后就是地下室分租的话 也有也要做一些防火处理 那么地下室的顶棚 还有地下这个单元和楼上单元之间的所有的墙 需要做45分钟的防火处理 那么地下室的那个锅楼房呢 也要做45分钟的防火处理 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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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这个房子里只有一个单元的话 那么 你是不要求有隔音的 这个做法 那么 但是有一些我们是一般在 波路房的墙要做隔 一般我们都会做一些隔音棉 然后卫生间的墙 我们也做一些隔音棉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一些遭音 另外 安省建筑规范要求是 两个unit之间的需要做隔音处理 比如说你把地下室出租之后 那么地下室和一层之间的那个银河 需要做隔音处理 隔音它有一个 有一个数字 就是叫 Sound Transmission Class STC 然后这个STC rating 必须要至少是150 住室 住宅里边 房间和空间的尺寸 最小房间尺寸 起居室呢 最小的尺寸 有要求 是13.5平米 然后餐厅 然后餐厅呢 最小是7平米 如果是餐厅和其他合在一起 组合空间 它至少要 单独要3.25平米 那么厨房的最小的那个 房间尺寸是4.2平米 卧室呢 最小是6平米 如果是主卧室呢 最小是8.8平米 我们这个通常 楼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般都会出现的问题 是在地下室出租 因为有很多的地下室很小 所以有些房间 要做出这些房间来 有时候比较困难 我们要遵守这些规定 房间的高度 那么 那么 客厅 餐厅 厨房 必须有75%以上呢 要是 要有2.3米的高度 那么最最低的地方 也至少要有2.1 卧室呢 要有50%的 空间呢 要有2.3米的高度 最小呢 要做到2.1 那么Basement呢 地下室的最小的高度呢 要 75% 至少75%的Basement面积 Basement要做2.1米的进高 那么在一些的管道 或者是 这个梁 结构梁下面 可以做到1.9米 所有其他地方 最小要2.1米 那么这个高度 我们通常出现的问题 还是地下室 因为有一些老的地下室 它的高度 没有达到 建筑规范的要求 所以他想要出租的话 他就必须要 把这个地下室降低 楼板降低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空间高度 然后在住宅里边 走廊的最小的宽度是860毫米 室外材料 先讲一下屋顶 屋顶呢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力情无面 ashford single 它是最常用的 也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它看起来就会是这么好看的 还有一种就是金属屋顶 它能够比较耐久 而且呢 它也比较贵 还有一个是石板 slate 石板这种屋顶也很漂亮 现在也有一些豪宅在用 而是耐久性非常好 它的重量比较重 也是比较贵的 然后还有一种只是黏土瓦 我们卓伦多我看也有也有在用 很少的方便用 它也是比较贵 耐久性也比较好 也是很重 还有一种就是木片 叫wood shakes 木片 也有在用 那么不同屋面材料 对坡度 也可以限制坡度 那么像这个 H4single就是 它要坡度最小是1比3 金属屋面是1比4 那个石板是1比2 这是五五点几种材料 这个是金属屋面 这个是H4single 这个是粘土瓦 然后这个是木片 这个就是石板 石板 外墙 我们主要有砖石贴面 记住一点就是砖石 这个因为都是三寸或者三寸半厚 这个转或者是石头 那么它需要基础支撑 它下面这个地方必须得有基础支撑 或者是地下室这个混凝土枪承重 或者是用一个steel angle 钉到基础墙上面 它必须得有支撑 那么下面呢它要有排水孔 因为砖墙里边呢 它会积累一些水在里面 那么在这个砖墙的根下面这个地方 必须得有出水孔 把里边的墙 墙内的水给排出来 那么这个出水孔呢 在那个窗户还有门上面 都需要设置这种出水孔 stockout finish 就是这种墨灰 这种stockout这种墨灰 必须要有非常专业的trade来做 那么 像这种stockout呢 就是不能离这个地面太近 它要距离室外地面呢 你要最少要有划存 要不然它是雨水浸湿 它就会烂掉 在这个地步里 所以我们设计这个住宅 有stockout下面 一般我们都是要做一座 一般的一些底下要做石头 或者是转 转 那么stockout呢 我们要有一个铁丝网 然后要有两个base code 然后也有一个finish code 然后 first or second code 要至少要6寸 每个至少要6寸厚 厚度 finish code至少要有3寸 总的厚度至少要15毫 然后这是啊 这个是板材 板材呢就是有木板 有铁片 有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稍微要快一些 然后有金属板 vinyl siding 塑料板 那么有木头材料必须要有8寸距离室外地面 要不然它会烂掉 那么菜暖系统呢 原则是要室内的温度要保持在22度 最少22度 那么它也有有这种中央的furnish 也有boiler 就是烧水的那种 还有是frost air的那种锅炉 那么再有一些浮属的那个 啊 就是可以用space heater 或者是fireplace 地炉 或者是用地热 地热也可以做一种主要的热源 通风呢在房子在住宅里面有两种通风 一个是机械通风 一个是自然通风 那么机械通风现在也是每个新建的方子都是需要 主要有一个heat recovery ventilator 但是HRV它要attach到那个furnish上面 这样可以把那个室外的新鲜空气 然后自然通风它有一定的通风的面积 就是每个房间都需要有一点自然通风 就是开窗 一氧化碳探测器呢 是要求在任何靠近 任何靠近睡觉的地方都需要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 它也要是interconnected 就是一个感染 一个氧化碳探测器想的话 其他都要一起想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我们做过一些实例 这个是我们在Stoffville Kennedy和Stoffville那个地方 我们这些是一块农地 180cm 450cm 这个房子已经建完了 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上是差不多这样 它是两个acre的地 它没有沙下水 所以是有水井 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设计的化分池 这是我们在Rishman Hill做的一个住宅 这是我们在Rishman Hill做的一个住宅 这是我们在Rishman Hill做的一个住宅 这个住宅它上面是有湿地有一块小溪流过 所以我们要经过TRCA的许可 那么我做了这套发案之后 TRCA觉得我们这个面积太大 就是进到小溪流的边界里面 所以我后来又做了第二个发案 就是Footprint更小一些 这是后院 这个也是在Stoffville的 也是在Kennedy的Stoffville 这块地也是比较大 150cm乘以330cm很多 这个住宅是7000多尺 然后从有一个门洞可以通到后院 后院有四个车库 前面有两个 这个是我们去年拿到的一个Primi 就是在Scarborough 75尺乘168尺 但是最后是 这些原因客户都没有见这个 这个是我们上停证会 把我们的车库做的多出来一个 所以最后是上了停证会 然后通过 后院 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住宅 现在基本上已经建完了 在Noss York 是40尺乘123尺 它是一个Corner Lot 所以这边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侧面 所以它的车库是在 它是一个坡的坡地 所以前面高后的底 所以这个车库上面是整个的一条 这是正在施工的 这个是一个拐角方 这个侧面这个地方要是最后至少要10尺 3米 和这个方式很窄 这是我们在肯定地和布鲁明腾 那个地方做的一个 一个20A 这个一块地有20A颗 有个壶 然后它那个放在小山上 我们保留了它原先的一个3千尺 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又加建出来8千多尺 这个要做那个自然保 自然那个National Heritage Report 然后这个还要申请 这个总平面申请 Cyper Approval 我们这个现在 所有图住审判 已经拿到了 这个是我们加建出来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原先的方式 我们就稍微改造一下 是不是原先的一种尺 这是我们绕到后面 就是正面 这是一种平面租 这是原有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加建成了这一棵 这是我们在Toronto做了一个非常展开的一个石 就支撑138尺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建完了这个方式 嗯 我们上了听证会 这个我们所打破了的所有的法律 无论高度面积还是退后 还是我们全部都违反 但是最后我们上听证会去 证据好多次 这个还是中国的 我们做个机制法 这是现在室内 现在客户已经住进去 然后在Minsaga 他客户把一块地 一分钟两块 然后做了一个Semi 现在这个已经建完了 客户自己住一半 然后另一半卖出去 我们根据他的宗灵白落 我们把它做成三层 这样他那个屋顶一介五面 我们根据他的规范 宗灵白落 然后他那个完全满足他的白落 然后我们可以做成三层顶件 这是建成基本上 几个月之前去拍的照片 基本都要建白落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 要上听证会的一个 一万多尺的豪宅在Moscow 把你的客户已经超过 我们要上听证会 因为我们的建筑面积超过 高度也超过 这是我们很早期做的一个加件 把这个称呼上面加了一个卧室 然后我们把整个地面 可以重新改造一下 我们把地下室的电 地下室给挖地 然后做成一个电源 这是一个新建的方 五千多尺 室内已经重新建了 厨房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管 一管 全是博士 博士 博士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时间关系 我粗里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微信我 给我打电话 都可以 谢谢大家 另外Henry在chart里面有一些问题麻烦你回答一下好吗 对于加建二层的项目如果没有基础图纸 如何判断现有基础尺寸是否满足加建要求 我们基本上没有一般的住宅的基础都可以满足加建的要求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去验证基础到底合不合格 基本都可以承拢二层所以没有问题 还有好像就这一个问题 好像上面有一个问题是有一块湿地在上面建旧房子已经倒塌了 能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房子 建完倒塌是新建的房子吗 是旧房子已经倒塌了 在上面有一个 我知道我知道 你即使是在原先的那个footprint上面建的话 也需要是把图纸发给那个TRCA或者是那个Condivation 他们看一下 他们看一下来决定你是否需要一个Permit 如果有可能是不需要 也有可能他会需要 这个需要跟他们联系 这里有一个是举手是希望问问题的 叫那个是好像有走了 可能已经离开了 我有一个问题 好 我的这个foundation是cross-based 不是basement 我就做成cross-based 我要不要基础下面 做weeping tile 做输水排水 是在哪里做 我是现有的ranch-type bungalow 我在后院又跨了两间 跨了两间 别人的设计师 我自己要求 我不想做weeping tile 就不想做排水的那个管子了 这个给我省掉很多工 省掉很多事 是不是必须要有就是cross-based的foundation 也要有这个weeping tile 通常都是都需要都需要有 因为你如果没有basement呢 因为你没有basement 因为他通常如果是那个 这个你的foundation wall 不在那个 就不在那个grade 就是室外地面以下的话 通常是不需要的 因为它是主要是方 就是防止那个水 那个从那个基础渗进到 那个你的屋里面 好的 好的 那这个跟我的想法 我会跟City再进一步争取 我也会跟现在的请的 这个设计师也跟他交涉 谢谢你 讲得很好 很好 缺了很多知识 谢谢 Perry有一个周的 有一个问题 麻烦您回答一下 如果 如果4000只房子出租 收多钱一句 这个你可以跟我私下联系吗 房间的新房 walk out steps 高度和宽度是多少 inspection什么时候做 是final inspection 就是 walk out steps 高度和宽度 刚才我说就是最高不能 就是说浮艇还是stair高度 我不知道他问的是那个stair的高度 还是那个浮艇的高度 如果是stair的话呢 最高是200毫米 浮艇的话 step浮艇 他的必须在 那个冰冬线以下 地面以下1.2米 另外他那个step 那个浮艇 最高不能超过600毫米 一个step 然后那个step step浮艇的深度 不能小于600毫米 然后inspection什么时候做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 一般都是那个 你绑完钢筋 是要做那个inspection 然后交完混凝土 你要去叫ct过来做inspection 我挖完坑以后 要不要做 我的机坑挖完了以后 要不要请inspection 机坑挖完 你要 你把那钢筋摆进去 那个时候需要inspection 好的 那我可能就 下个星期我要摆钢筋了 谢谢 还有 does skylight in the architectural drawing dictate the size in the truss design 我们那个 skylight 我们设计那个 一般 truss公司都会按照 我们 skylight那个尺寸 来做它的 truss设计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非常感谢Herry 我们就是 也可以建我们的 Dream House了 设好了预算 备好了建筑款 那看来剩下的 就是选好设计师 和陈建商了 所以 那这里呢 我们预告一下 下一周日的讲座 我们会再次请来 著名的律师 蒋红律师 讲一讲 construction names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不要错过 蒋律师互动的机会 这里呢 再次感谢Herry 今晚的讲座结束 下周见 晚安 晚安 感谢Herr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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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